危险 千万不要在弹仔岛中 捡丢弃在地上的摄像机 它会给弹仔带来灭顶之灾 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当弹仔靠近岛屿中 丢弃在地上的摄像机时 点击抱抱键 此时 弹仔就会把摄像机举在头顶 那么 捡起摄像机 究竟会给弹仔 带来什么灭顶之灾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摄像机被官方丢弃在千明墙的正下方 如果你在弹仔岛中 也见过摄像机 那么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被丢弃在千明墙下的两台摄像机 都是坏的 当弹仔在岛屿中 把丢弃在千明墙下的摄像机 捡起来举在头顶时 就会发现 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 是不能开机拍视频的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弹仔大声才能关注 无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当弹仔捡起岛屿中的摄像机后 摄像机会给弹仔带来的灾难 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和学姐在弹仔岛中 发现了摄像机 给弹仔带来灾难 它会让弹仔失去 玩耍地面上 其他道具的机会 我的弹仔手中 没有拿摄像机时 它可以捡起 弹仔岛地面上的 其他道具玩耍 但是当我的弹仔手 拿摄像机时 此时弹仔岛地面上的 道具弹仔 就无法再捡起来 拿在手中玩耍了 所以 若快丢掉你手中的摄像机 不要捡它 危险 摄像机会给你的弹仔 带来灭顶直栽 让它失去玩耍 弹仔岛地面 其他道具的机会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